台東縣的綠島在5號的傍晚 在環島公路10K處 大約是在綠島垃圾處離場後方的保安林地 發生了火警 火勢在洛杉峰駐長之下一發不可消失 由於路數被燒毀倒伏 環島公路交通還因此一度中斷 在消防隊、警易銷、綠島、湘工所、海巡等單位 通力合作之下 花了16個小時才把火勢給撲滅 而起火原因呢 還有保齊總隊第九大隊台東分隊 來做進一步的釐清 畫面中可以看到 綠島這處保安林地中 穿出陣陣的白煙 在風勢的助長之下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事情發生在5號傍晚 綠島環島公路10K處 大約是在綠島垃圾處理場後方的保安林地 因為不明原因發生火警 路數也被燒毀 倒伏在環島公路 讓環島交通一度中斷 這在消防隊錦易燒、綠島湘工所及海巡單位等通力合作之下 灌救了16個小時才將火勢撲滅 在昨天5號綠島發生了火災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總共動員了14位 在攜帶的B2裝備立即前往 截至早上9點為止 根據現場人員的回報 比空看的結果 目前燃燒的面積大約是3公頃 那從高空往下看 大概是沒有明確的明火 但是還是有煙 這個煙的部分大概還有食慾處 那這個部分我們為了避免讓它再護燃 我們已經跟空情申請空中灑水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對於發生火災的原因 我們也立即請保區總隊台中分隊這邊 來立即進行火手的查契 特別是因為現在最近天干霧燥 然後風也大 那在這邊也特別呼籲民眾 不要進入到我們綠島火災的一個現場來圍觀 另外如果有發現火災的話 可以馬上撥打119 那或是撥打我們禮物局的全面 或者一個專線0800-000-930 為避免強風造成復燃 領館處6號上午協請空情總隊 對火場進行灑水降溫 再由國家森林救火隊員進行殘境的處理 詳細的起火原因 將由保七總隊第九大隊台東分隊進行調查 接著潘俊瑋綠島相報導 再消防 92大隊 完全全集團帶來採抗 以偷輯只跟 unlocking火囃 再採抗 結識人發生海老牌